在汐止长安国小前的长新街一段 虽然不到四米 却经常有打车载走 造成路面塌陷 坑坑洞洞路况很差 所以在这次瓦斯管线抽换的同时 也进行了路面重铺 而在14号的上午 议员廖正良服务处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回看 这是前两天的画面 瓦斯管线抽换迁移工程正在进行中 这里是长新街一段 正对着长安国小 不过这条路不但路不宽 一直以来路况更是差到不行 几乎沿路都看得到修补的痕迹 只是补了没多久 就有下线又或者是均裂 让地方很困扰 所以在这次的瓦斯管线抽换的同时 也一并进行路面重铺 现在道路重铺了 路面很平坦 那先前路面破损的非常严重 那公所之前也有修补过 但是修补过之后 还是很快又坏了 那所以议员就请我们公所要来调查原因 那最后我们公所有发现 原来我们之前这里底下 有瓦斯的管线潜埋 那造成我们的路基都被破坏掉了 施工状况如何 14号上午议员廖正良服务处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可以看到管线挖埋已经完成 原本的瓦斯管线也已经迁移 路面变平坦 不过民众也说 主要是因为这里一直都有大车 进进出出才会压坏道路的路面 现在从铺变平 但也希望大车不要进出这么频繁 因为下面是买管线 那里面又有很多工地在施工 所以说大的重的车子进出 所以造成这个道路凹陷 现在铺好了 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但是也有老一辈的 又还是会担心说重车过去 还是会有 那个 等于说路面还是怕说 还会被它再造成破坏 所以希望说上级单位 也当做一个更好的方式 所以我们这一次 我们就要求我们的管线单位 要将我们这条路的路基做改善 然后也将我们的管线 移到其他地方 不要再走过这条路 让我们以后这条路 不要补了又坏 坏了又补 这样子也很浪费工厂 这一次议员建议之后 他们也很快就来修补 这一次的经费 也都完全是由 我们的管线单位来负责 我们公所 就负责一个督导的作业 目前道路已经重铺完成 接下来交通单位 就会划设标线 让人车进出更安全 介绍惠林 细致采报报导